靜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 还是一个整理盘 开高 拉回又往上走 今天起多少 今天起150点 那今天换星星往上走 那华星也往上走 那这些都是集团股 我特别强调集团股 那因为这里来讲 很多集团股开始都一路偏多 但是集团股里面 它是轮涨的 你像华星 华星集团往上走 但华星科却往下掉 它是在轮作 华星科目前 它是在往下跌 华星往上走 那联电集团 星星在往上走 那之前系统在往上走 那你要抓住它的节奏 那首先我们先讲大盘 那昨天跟大家谈到 台股的当冲很多 那我们下一段会跟大家谈 阳明跟钢铁 那当冲量很多的话 你看整个大盘 成交量就不准了 你要看线 因为当冲量下去 成交量失真 那今天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外资净费入 在4月是净费入的 所以资金行情不变 那一开始要跟大家谈 今天报纸头条 月轮火认升息 美股上去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升息 那如果美国股市升息 美股升息这里升息的话 股市一定跌 那美国跌 全世界都跌 那目前来讲 我讲在年底之前 都机会不大 机会不大 所以美股又上去了 那一来一回 就是震荡整理 那震荡整理过程当中 就又变成一个洗盘 那美股一上去 台积电GDR又上去 台积电大盘的尾盘这里 去百多点 尾盘这里一拉 台积电往上走 鸿海也是往上走 林花哥也是往上走 那这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电子股回稳了 那传肠股的业绩 超级的好 所以台湾第一季的GDP 成长多少 成长8.16% 那这GDP成长 它不是虚的 它是实际上 获利赚钱的 所以这个地方 基本面偏多 但是大盘涨很多了 那我比较倾向于5月份 它是一个大区间的盘整 今天长龙公布获利 第一季赚大概7块钱 跟我估的一样 我们自己也有在做推估 那昨天阳明公布第一季赚多少 也是大概7块钱 那上礼拜我就说 大概是赚了7块钱 那如果7块钱 80块90块 这里不可能成为头部 它第一季就赚7块了 尽力增加21倍 所以传产电子 全部都有机会 那重点是 你要把足底向上的 那这个我们下一段慢慢跟大家谈 我们先谈这一个 它火热了 所以美股又上去了 没有问题 在年底之前不会有太大问题 那这里前朝4月天 资金费入怎么样 费入台股 1400亿 那我们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张图蛮重要的 这4月 4月啊 台币升值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强调4月 因为4月这里 虽然这么大量嘛 很多人开始恐慌啊 但资金行情不变嘛 那未来这里我是认为 它是一个大区间盘整 16500到17500嘛 但是偏多啊 那如果美国股市长 他也可能一直往上走啊 那季线在这里嘛 那至少支撑在这个地方嘛 那每一次来到季线月线之间呢 是这获得支撑 那第一段呢 这里很重要 我再讲一遍 这个地方 4月 净费入 1400亿嘛 升值嘛 资金行情不变哦 那基本面呢 基本面公布了 台湾第一季的GDP嘛 成长8.16 创10年来的新高嘛 所以第一季这个地方有什么 有资金行情 也有基本面行情嘛 这GDP实际成长呢 它是实质的赚钱哦 它不是虚的哦 它是行政院公布 主机会公布的 那目前来讲呢 基本面 技术面 没有太大问题嘛 那是外资呢 实际贿赂 那4月份外资到底 大盘在这个地方 外资贿赂钱 有没有进来 我用这一张图给大家看 这一张图呢 包括内资跟外资 我说外资净贿赂 1400亿 对不对 那我们先看外资 外资是这一行 这一行 4月份在这个地方 他这个月外资 这个月是偏多的哦 小福买超对不对 他是钱有汇进来哦 那比起之前 外资比起之前 3月2月1月 外资是偏空的哦 所以回到这一张图 4月是净贿赂的哦 净贿赂赂金行情没有改变嘛 那第二个呢 最近4月份 尤其最近内资在卖 内资在卖 那我说这个地方呢 内资比较不重要 因为内资是一个内循环 什么叫内循环 他卖掉以后 他钱 他还会进来买嘛 就好像呢 我们上礼拜 我们彩金 100% 卖掉 那钱 我们还会买其他股票嘛 那那一支也一样啊 那一支卖掉股票以后 他红低 他会买进嘛 这钱跑不掉 那第一个呢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外资 外资最怕他跑掉嘛 但是4月份他没有跑掉 他还进来哦 而且他还买超 因为这个资金方面 这个很重要 第一个呢 第一段先跟大家谈 这资金行情嘛 基本面行情嘛 十年新高啊 那接下来我说内资 内资卖了以后会不会进来 这张图很关键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谈 大凡每一次拉回 月线跟季线之间 都往上走嘛 所以他不一定会回来 碰到季线哦 在这之间都有机会啦 所以这里是一个 很关键的地方哦 母亲节前后 你若没有把握住机会 你又跟上次一样 又去追嫁了嘛 那我们回到这一张图 我们看这个地方啊 前面那支 这自营商 那支卖很多对不对 我说那支是内循环嘛 它是点火了 它卖了以后 钱在这里点火上去了嘛 那我再讲一遍哦 那支是内循环 跟我一般投资人操作一样 我的操作也一样嘛 当我获利了结的股票 卖掉以后 那些钱 我没有退出股市啊 我是找机会 再买进其他股票嘛 那那支你看一看自营商 在这里卖很多对不对 它不是偏空 它是保留现金 这里是进来 点火是上去了 上去了嘛 那上去以后呢 它当然也会调节啊 赚钱也会调节嘛 对不对 那调节以后呢 又点火又上去了嘛 这叫内支 它是内循环 这叫内支卖很多啊 吓死人 但是整理差不多的时候 那支又点火了嘛 又上去了啊 你要看它的方向 它点火上去 大盘又上去嘛 点火上去 大盘又上去 对不对 这里一点火上去 大盘就起来嘛 那这里卖很多 有没有关系 它是内循环嘛 它钱不会离开台湾嘛 适当的时候 它一点火 一点火 就上去了嘛 它现在内支 现在卖了以后 手上有很多现金嘛 就跟我一般投资人 买卖股票一样嘛 当我财经 获利100%出掉以后 我拿些钱 我会买其他股票嘛 那如果内支在这里 跟这个地方一样 它卖很多以后 它点火的话 会不会上去 那如果上去 你准备好了没有 这里是一个关键时刻啊 内支常常在关键时刻点火嘛 它未来会买什么股票 它是内循环 这个很重要 那外支呢 它并没有跑掉 它汇进来 外支在四月份都没有偏空哦 甚至翻多了哦 选择钱也翻多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内支一点火 它可能区间盘整 对不对 也可能往上突破嘛 那重点是你要选对股票啊 你要买到股票嘛 那盘头向下的股票 你不要去碰 好好找一档足底向上的股票 一支一支折嘛 尤其是集团股 那你像星星整理几天 今天又上去啦 连电集团了嘛 那华信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啊 拉回整理尾盘也上去了嘛 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第一段 我要跟大家谈的重点 是这一张图嘛 内支是内循环嘛 内支卖很多 保留很多现金 它只要一点火就上去了嘛 那你要准备好 那外支呢 钱进来了没有出去嘛 上个月还买钞嘛 外支翻多了哦 那内支就有一点火 像这里一样 卖很多 保留现金点火 就上去了嘛 月线跟季线之间 这里你准备好了没有 那我希望呢 大家都能赚钱 尤其在母亲节以后 全天下呢 最辛苦的 就是母亲跟劳工嘛 也是大家最忽略的一群人 在五月份 希望大家都快乐 健康 我们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面五折 三大好礼大放送 全面五折 三大好礼大放送 只剩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创線02 2752 5868 2752 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聚短线与扩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苦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最后再现02 2752 5868 2752 5868 全都固顾感恩全国伟大的母亲 以及辛苦的劳工朋友 特别推出三重感恩回馈章案 全面五折 三大好礼大放送 全面五折 三大好礼大放送 只剩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创線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今天报纸另外一个头条 这个嘛 那这个是在我们的预料当中 我们自己也有做一些研究 那第一季呢 他现在公布了 正式公布 第一季EPS大概赚7块钱 那跟阳明一样 阳明第一季也大概是7块钱 那问题是长龙呢 他三月份 三月份这个月赚的钱 相当于去年的第四季 他真的成长很大 三月份赚的钱 相当于去年的第四季 尽力年增21倍 那长龙今天有没有涨 他今天是在整理 那我们做股票呢 是看一个方向 看一个趋势 不是看到利多就去追 他在整理 那阳明今天也在整理 那这两党股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前几天强调阳明 我们今天看长龙 长龙的K线 他去年赚5块 5.06 第一季大概赚了7块钱 第一季就胜过去年一整年 三月赚2.36 就相当于去年的第四季 所以他真的成长 他实质的 他不是碰轰的 那货柜山雄还有什么 长龙 阳明 还有望海 那我说这个地方 我们先讲基本面 OK吗 那技术面来讲呢 我这两个礼拜都跟大家谈 基本面很好 但是因为涨很多了 我就反过来问嘛 那如果你低档买的 你马上可以赚到 50%赚到一倍 你会不会卖嘛 就跟我们财经一样嘛 13块2.6 我赚一杯 我先走嘛 先实现获利落袋为安啊 那他怎么要整理嘛 去一杯要整理嘛 现在落到对家来嘛 那什么时候再进场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谈 我意思就是说 同理心 如果你在地档买的 你这里会卖嘛 所以这一点要整理嘛 那你看K线 这个也是整理的K线嘛 跟这里不一样啊 这里一路说红 一路说红对不对 这个叫上涨的K线 这个叫整理的K线嘛 那整理K线这里来讲 我们昨天讲到 当冲对不对 一大队投资人当冲嘛 他们最喜欢这种股票 那当冲也要有点技巧嘛 有黑有红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开高几涨呢 应该是要偏空比较安全啦 拉回 做多会比较安全 所以你不要做错方向嘛 你不要往上去追 报纸利多今天出来了嘛 7块 那短线上 又加定嘛 那当冲你也赔钱啦 但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它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方向是向上的 因为基本面真的很好 那支撑呢 因为这里应该是一个支撑啦 那如果你不做当冲的话呢 你就等嘛 等它起盘结束 或者拉回到这个位置 因为它第一季赚7块嘛 23季就算不赚钱 70块 也是很好的支撑啦 本一比10而已嘛 那这种股票我是跟大家谈方向 不是叫你去追 那你要做当冲 你随意 我不做当冲 方向没有问题 阳明也是嘛 阳明这个地方开始开放农资券哦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基准点 你前面可以不要看 从这里开始 它也是一样整理盘嘛 那整理盘操作上呢 就天天当冲了啊 但是你要小心啊 踩进之前 这个地方 你如果当中它下来了嘛 它现在跌到这里啦 那我们实现波段 下一段呢 我们会找机会呢 再做进场嘛 那上一次实现波段 是在这个位置 说一波 可以稍微跟大家谈一下 证明一下嘛 二十六 二十六嘛 十三二十六对不对 二十六嘛 卖了以后它还涨停嘛 那没有关系啊 我说后面的不好赚啦 阿扁呢 老实话让人谈对不对 那结果事后证明 我是对的嘛 那现在跌到这里啦 那有关货柜跟面板的部分呢 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个呢 基本面都没有问题 像财经第一季呢 赚一块钱 第一季赚一块钱 目前跌到大概二十二三块附近 不高嘛 我建议跌停 二十一点一五嘛 二十一点三 第一季赚一块钱啦 怎么会偏高 但是你要找机会 它总要整理嘛 找机会去做一个切入 那这些方向都是向上的 方向都是向上的 包括钢铁股也一样 那包括一铜 铜价最近也在涨嘛 那华鑫呢 我们华鑫 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啊 华鑫是电线电缆的哦 它也跟铜有关系嘛 那同样华鑫集团的 华鑫科 如果你买错的话呢 它是往下跌的嘛 国具也往下跌 华邦店也往下跌 所以集团股在轮涨嘛 个股在轮涨 你要找基本面好的股票呢 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目前来讲呢 操作你要去注意 我尽量把它讲的 清楚 那这个很重要 这个我希望呢 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内资跟外资的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全都不顾感恩全国伟大的母亲 以及辛苦的劳工朋友 特别推出三重感恩回馈章案 全面五折 三大好礼大放送 全面五折 三大好礼大放送 只剩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创線02 2752 5868 2752 5868 法人顾问 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扩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 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欢迎回到现场 那这个地方 大盘 它如果是区间整理 那有一些盘头的股票往下跌 那就有一些主体的股票往上涨 那有人探急 有人料急 那有些股票事先跟你谈的 要你注意的 该讲的都讲了 又跌停了 那天狱呢 又跌了嘛 这立基 是又掉下来 这五月初跟大家谈 华信集团 目前操作什么 华信嘛 不是华信科啊 它今天跌到这里了嘛 结果我会去上 都往下掉了 国际也往下掉 爱普 金星科 南亚科 华邦电 盘头的股票不要去碰嘛 那你要找足底的股票 向上的股票去做一个操作 那目前来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 像华信呢 它是做一些盐无料的 这些都涨嘛 这些都涨啊 所以华信往上走啊 它为什么连续足底 这里有连续三支涨停往上走 中钢也往上走啊 一同对不对 中钢购 这里去年赚3.26 这支撑市出现 又往上走的嘛 今天这个开开关关嘛 那你要注意什么 这不掉下来 你不要去买盘头的嘛 华邦电视下来 国际室下来 那该上去的股票是往上走 像信息也往上走啊 华信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嘛 那你要找足底向上的股票 不要去碰盘头往下跌的股票 这些事情都会讲嘛 那同一个集团在涨 那你买错股还是跌嘛 华信哥是不是跌 那中钢呢 最近钢铁股超强的 一同 那电线电缆也是跟同有关系嘛 那这些都是真正的有赚到钱哦 这种紧张有探得及哦 那华信去年EPS多少 2.04啊 那目前呢 这昨天嘛 今天又涨了啊 不到30块啊 20几块 而且基本上还在成长 那OMG也是足底嘛 那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你要在足底向上的股票 一档一档去做 那它往上涨了以后 它短线它会震荡 有拉回 你可以去考虑 但是就是不要去做追涨的动作 那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这一张图嘛 台币贿赂啦 外资进来了 外资在最近这一个月 它并没有在卖钞了哦 美国一火热升息哦 外资净费入台股哦 净费入哦 第一季GDP成长8.16%哦 基本面加上资金面 内资卖了以后 它如果一点火 关键的时候 关键的时候一点火 它就上去了哦 连续好几次 都是在月线季线之间 所以这个地方 我说机会来了 你要不要把握 你要不要把握 那母亲节快到了 就是剩这几天 那我希望呢 全天下 伟大的母亲 劳工朋友 最被忽略的一群人 都能够 好好的赚到钱 今年是一个资金行情 那我们这个优惠呢 只剩下一天 好好去把握 机会一直都在 但是机会来了 你就不要错过了 一档一档去操作 就跟之前 高端在这里 这个地方一样嘛 都是一样 就跟Oh my God一样 足底对不对往上走 就跟华星 跟星星都是一样的 最后要自己把握 谢谢大家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阿鸣 在帕斯董事鼓楼秘密场 甜度 全糖 你看我 我甜 无糖 手糖 全糖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保力达满牛 成了怒顾 感恩全国伟大的母亲 以及辛苦的劳工朋友 特别推出 三重感恩回馈章案 全面五折 三大好礼大放送 全面五折 三大好礼大放送 只剩一天 机会难得进行把握 创线02-2752-5868 2752-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扩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骨海 让专业诚信